4月21日,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萬爾斯部的一次集會上猛烈評擊總統拜登,稱他為愚蠢加價。 特朗普告訴他的支持者,當你看到我們這位總統的現時,他不知道他到底在說什麼。 你知道有時你說話必須強硬,有時你必須經常說話,他必須把自己搞混亂。 當你應該說話溫柔的時候就強硬,但當你說話應該強硬的時候,你就說話溫和。 他很狂熱,然後他走了,沒有台上,但他應該這樣走,我在哪裡。 多年來,一直試圖將特朗普說出美國政治生活的煙音和前音共和黨特工表示, 這位前總統的2014年競選活動已經開始獲得如此多的動力。 至於他們擔心他是至今為止再次成為該黨總統候選人的業滿人選。 雖然該黨的提名驚賽仍處於長期階段,但永遠不支持特朗普的小部分共和黨人, 知特朗普在2016年受辭當選以來一直反對他。 他們之間的焦慮表明這位前總統可能正在獲得支持他最大的潛在競爭對手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提示。 在4月初的老偷社《益普索民意調查》中, 特朗普在全國共和黨和獨立選民中以58%對21%的巨大領先優勢領先於特桑提示。 僅共和黨人的其他民意調查就顯示, 特朗普最近幾個星期表勝至到領導特桑提示的位置。 特朗普聲稱自己的清白並且對他的起訴稱為政治迫害, 他還評擊了他的對手。 特朗普說:「正如無憂止的政治迫害和迫害所揭示的這樣, 我們的敵人迫切希望阻止我們, 因為他們知道我們是唯一可以阻止他們的人, 我們將阻止他們,他們對此並不高興。」 全部都不高興與 conform資源交組織來說, 然後,讓你們多多多掌握, ็能 할� ti,便會以後, 佔明你何度不高興和 對手, 而不讓人活動的出現。 對方又並不高興和抗除。 對方又難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